所以在正后呢 现在国土署的统计是说 全国红丹危险建物有18件 这18件分布在哪些地方呢 譬如说台北市就出现了两处围楼贴红丹 黄丹新增8件 这个要请教一下专业的 所以这个如果你对自己家的安全有疑虑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先说明一下黄丹跟红丹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如果说自己 如果这个大概我这阵子的话有在做宣导的 如果真的就是如果要买房子的话 如果这个房子曾经有贴过红丹 红丹 曾经有贴过 后来被撤掉了 那我觉得可以买 是哦 对 这个观念很特别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红丹这边写得很清楚 红丹的话它这边有写 要经过补墙 才能够撤销红丹 我们在房子坏掉之后 可以把它分两个系统 一个叫修复 修复它就是有裂缝就把裂缝补起来 有瓷砖掉落就把瓷砖补一补 那叫修复嘛 补墙不是哦 补墙的话就是你要再经过耐震评估 然后来把你的耐震力往上提升 所以它叫补墙 所以红丹如果贴过被撤掉 那表示它补墙过了 可是如果 它就恢复正常的意思 对对对 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贴了红丹就等于是好像判了它死刑 对啊 当然贴了红丹当然不能出 但是如果说红丹后被撤掉 那表示它选择不是拆掉重做而是做补墙 那被谁撤掉 被流浪汉撕掉 有可能 如果要讲清楚就是说是谁 对对对 市政府 政府认可 专业技师签了什么的 说这个已经补墙过了 OK了 你把它撤掉 这个到 我的意思是说不用去避讳说有红丹 只要它补墙过 而且经过专业认证 那历史上我们找得到哪几栋是长这样的吗 很多红丹的话都后来就选择 拆掉重做 就避老都跟掉了 因为它补墙可能要花的钱更多 因为它就是在整个结构 因为它是梁跟柱上面都已经发生问题 才会被贴上红丹 那你梁跟柱要补墙不如拆掉重建 因为一天都有在避老都跟的 对而且像台北市在921发生很多的红丹 其实后来也全部都是拆除重建 但我觉得现在比较大问题的是黄丹 黄丹的部分天王 对对对 我分享台北市的经验台北市到现在 921跟311的黄丹的建筑都在网站上面可以看得到 所以当你要买房子的时候 你就可以上去查查看有哪里是黄丹 那黄丹要拆除一样 就是说你会被列为黄丹 一定是有某一些在震后的时候 建筑物发生的问题 我补墙完之后我就可以把这个黄丹拆除掉 就是去掉列管 但刚刚一川大哥讲的非常有趣 就是这个黄丹是贴在建筑物外面 还是贴在市府的公告网站上面 如果公告在网站上面 大家都看得到嘛 你就知道说你这栋建筑物是不是黄丹 但如果这个黄丹只是在地震之后 贴在建筑物的外墙 然后年久之后就没了 不知道谁是谁没了 他怎么解除列管的也没有人知道 像这一次天王星就是这样子 天王星的那个主委讲什么 讲说他当时在2018年被贴黄丹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外墙的瓷砖掉落 跟玻璃有坏掉 你玻璃修一修就好 瓷砖再重新贴回去就好了 黄丹就可以撕掉了 可是问题是这一次天王星 发生这么大灾难 还有刚刚祭司所分享的 如果他是只靠着 因为他有六七根柱子 如果柱子每一根都是可以运作的 建筑物应该是这样子摇动 怎么会到最后只有往前倒 只剩要两根再撑 那黄丹 是不是就是益川大哥所说的 那几支吉他已经都在那一段时间 在上一次的地震的时候 已经有损坏 所以才导致这个建筑物 在这一次的震的时候这么不耐震 才会变成软脚虾 那我们要讲的是说 那黄丹到底怎么撤 对啊 那黄丹怎么办 那个县市的管理 是不是就变成是一个漏洞 让大家没有发现 管理黄丹都不一样 我在上花莲县政府网站 看你能不能看到 黄丹是哪几栋 你看不到 就这样 各县市处理黄丹的 台北市是看得到 然后昨天我跟一个新北市议员 这个在同台的时候 他就说台北市怎么可能看得到 我跟新北市政府要的时候 新北市政府还叫我不要公开 因为会影响到房价 可是影响到 台北市看得到 对啊 台北市看得到 台北市可以 而且我海北市 有21跟311都还有 因为这两个地震 有列管不同的建筑物做黄丹 都还检查得到 都还看得到 但我要讲的就是说 对 黄丹会影响到房价 但黄丹可不可以去除 可以 你只要补偿完之后去除 你就找不到了 那所以你不把它公告 就让大家有一个 你知道吗 侥幸的心态 反正市府也不会公告 而且市府知道黄家 贴黄丹会影响到房价 所以他不愿意公告 那我就不用积极的去做 做修缮为父管理嘛 然后等到天王星 下一次的灾难再发生 像天王星这样的世界 大家又开始来检讨 我觉得这都 永远在亡羊补牢 这是非常消息的 黄丹跟红丹 那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专家 就是说刚刚讲到红丹 你这个结构 重新弄 那黄丹呢 黄丹的话 现在目前撤销黄丹 申请称的黄丹的话 其实它一个条件就是排除危险 但是一般来说的话 我举个几个例子 什么可以列入黄丹 比如说我们这个建筑外面的招牌掉下来 或是女儿墙掉下来 甚至室内的天花板掉下来 像有一次一个图书馆 它的整个书柜怎么倒掉 这个都是属于黄丹 因为它是属于有危险性的 书柜倒掉也算黄丹 我就是说大家如果买房子的话 看到有一些曾经贴过黄丹的 你先注意一下 它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是磁砖剥落 或者是玻璃破掉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看不到 我们要买房子的 它有没有被贴过黄丹 所以如果是磁砖掉很多 可能就很小心了 来 我们看一下 可是我们台北市查得到 其他县市查得到 各位更新一下 就是说台北市会把它有清测 大家都看得到 你要去买这个房子你查一下 这个有 这个没有 其他县市政府 你脚转会给他问 问建管科 你问他说 你跟他确定说这一个有没有 他会告诉你 他不会骗你 他不会骗你 但是就是说你要去问他 要自己主动打电话问 台北市那个就是有一个清测 那应该有当时列的清测 然后现在是不是解除了 这样的一个清测 大家看得很清楚 那应该要全国统一 全部都上网 我觉得那个资讯透明 对于民众买卖房屋 其实都比较有保障 他什么时候 什么原因被贴房单 后来在什么时候解除 那个都应该要 对对对 所以这个需要立法院修法 把它重新做一个统一的规范 这个我看应该内政部就可以处理 内政部就可以处理 这是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我要请教一下专家 那所以很多人都说 那所以买房子 要避开一楼有店面顶家 还有要买几楼 因为现在社区都高楼 买几楼比较安全 你说住在几楼吧 住在几楼吧 因为大家看到这几个 比如楼倒的 一楼不见了 二楼也不见了 那是不是变成住第一楼层比较危险 是这样吗 我会建议 如果是1999年之前盖的房子 对不对 如果你家是住在一楼 地震的时候第一件事 你先跑出去再说 对 可是如果是二楼以上的话 其实就要看当时的状况 那在我们以前的经验 之前救灾的经验 我们都以为说一楼不见了 那以云翠来说的话 其实他是四楼不见了 所以要住五楼以上才好 我会建议住五楼以上 但是因为每个例子不一样 云翠是四楼以下都下去了 所以住五楼以上 可是这个是case by case 每一个状况不太一样 对不对 对 可是即使是台南围观 当时候倒下去的时候 四五楼以上的住户 其实后来都跑出来了 大部分都跑出来了 所以其实最好的方式 还是你就就地掩蔽 就是找安全的 除了一楼之外 除了一楼之外 一楼快点跑出来 因为四五楼变一楼了嘛 所以你又走出来而已 讲得好悲伤 还有网友说 是不是接下来就是往上跑 是这样吗 其实大地震的时候 其实正在大地震的时候 其实不要乱动 大地震刚结束 你也不要乱移动 除非你是一楼 为什么 因为它马上就有余震 你可能在走楼梯的时候 你本来往下走 你本来住五楼 走楼梯走到一楼 刚好就遇到了 所以的话 你宜愿在那边 就地 对 就地 因为大地震晚 你房子还在 除非它不是最大的那一次 如果说它是主政的话 其实后面的话 应该就不太会有影响 所以一楼如果有店面 还有顶楼加盖 这件事情很危险吗 1999年之前的房子 如果它的一个构造方式 比如说它一二楼是那种所谓的大通铺型的 就是整个看起来都没有墙壁的那种店面 那就建议避开 你说都是那种玻璃帷幕 对 如果说你像我们那个联动透天说那还好 就是说每一间每一间都至少墙壁都还在 那时候如果说你一楼整个就是来做大卖场 那表示你去下去看一下 大概都没有墙壁了 那这样子它的一个耐震的强度其实就会比较弱 而且它又是1999年之前的房子的话 但是之后法规变强了之后 变严格了之后 其实就算一楼是店面也没有那么可怕了 应该是这么说 对没错 因为像目前的话我们在做耐震设计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叫一个检讨叫软弱层检讨 之前我们现在都看都是软脚虾 现在有特别的检讨 现在新的建筑都要做一个检讨 就是检讨这一楼二楼或者是上面楼层 哪一层特别的弱 你要去克服它 该加出的加出 该多做柱子的多做柱子这样子 了解 实际姐讲的顶楼顶家 因为它原来的建筑设计有一个重量 那那个重量分配到各个柱子跟梁 大家把力分上完了 那是设计完了嘛 那结果你在上面给我加了 又多一个 那那个重量就加进去了 那加进去 当然原来柱子跟梁设计的时候 都有一个安全的系数 它可以承受多少 再加一个百分比设计嘛 可是如果你当在上面继续加 那那个柱子最后可能就会撑不住 那撑不住也不会马上倒 就地震咬的时候 它可能就开始慢慢的脆弱 那就忽然间就是最大来的那一次 过了它的临界点 它就跪下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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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